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我的手冲 别跑 怎么又是你啊 房诺 跟我抢 还不让人跑呢 大人 大人 你先别追 怎么了 我受伤了 走不动了 受伤了 这儿啊 疼 我看你真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欲 要不是大人拿了我的手创 我早就抓到曹坤了 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 气不如人 还找一堆理由 大人 大人 你别走啊 大人 你 大人 求求你了 这荒山岩岭的我也走不动到 万一被豺狼叼走了怎么办啊 你就麻烦站起把我带走吧 我怎么带你走啊 抱 背 对 扛 都行 虽然我知道那女受受不欺 但是这也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我一直是不会怪大人的 求求您了 真是麻烦 你还是自己爬回去吧 我不要啊 大人 我不要啊 别啊 放开 我放肆都不放 求求您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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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放下来 你 你这么不放肆 你快点小月就放下来 妈妈 你慢点 说好城外汇盒 说好城外汇盒 你 你 你这动作跟力度还是不够标准 师父见到了 一定会纠正你的 我跟你讲啊 好啊 那小月就给你来个标准吧 你 走 好了好了 到腿了 你已经出够气了 再打还手了啊 你说 自从你从城外回来 这气全都发起到我身上了 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这身子哭哭吃不消了 不行了不行了 那是你没在现场 你当时要在场 肯定跟我现在一样 不过 你把锦衣卫得罪了 以后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喽 我没想到以后 我就想着 这案子要是破不了 不仅给咱们六扇门丢脸 连我的手冲也没了 可惜啊 我没能见到 传闻中手段暴力 凶狠毒辣的锦衣卫路易 你就庆幸吧你 我怕你看见他 现在小命都难保 那可是我学习的榜样 夏爷 咋累了 来来来 喝个茶 休息休息 我已经打听过 人品面具的画像 已经被陆毅拿走 想要拿到他 就得想办法接近陆毅 可陆大人警惕性那么高 想要接近他 并不那么容易啊 出去等我 再来来来来 再来来 可陈今天 真好 精神 豫 严谨下 你真是天生丽旨 难自弃呀 据说陆经理酒量惊人 今日你我 定要好好地痛饮一番 来 严大人 陆经理 曹坤的案子 查得怎么样了 皇上可是十分挂念 你们锦衣卫可得查仔细了 莫让皇上再分忧了 严大人说得是啊 在下定不负圣恩 好 来 严某敬你一杯 来 来 红豆姑娘今日这身伴相 倒是十分别致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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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亲 您这是什么曲子呀 这首曲子啊 叫《桃妖》 是娘亲的师父所作 一人想学吗 想学 想学 来 娘亲教你 这首曲子啊 叫《桃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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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妖》 《桃妖》 '一首曲子啊 《桃妖》 是吗 那好 这空侯今日便赠予陆公子 红豆姑娘 陆公子如此欣赏于你 一会儿一定要与陆公子 好好的切磋切磋 交流交流 是吗 严某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多谢严大人 听完曲该赔久了吧 陆大人 我来了 怎么不按戏本来 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 你到底是谁 说话呀 你怎么会谈陶药的 萧香阁奇女 你到 这声音 是吗 原来是你 姑娘 看看吧 你这个没良心啊 小爷在里面办案 人家得吃上 怎么会呀 一直在等你 给你包的 算你有点良心 对了 怎么样 刚刚太惊吓了 差点就被那个陆阳王给发现了 亏得小爷我激了 一翻打扮把他名的西红八素了 那你是怎么会上台的 红豆姑娘是我的老相好 这还不简单啊